土豪准备了一个升降机 从这里他能直接来到高空中 他准备用这个建造一个战舰 当然这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总共有四个人来建造战舰 每个人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来参加挑战 看看谁的战舰最好 挑战者有如此 土豪 莉莉还有小帅 那么挑战开始 但是土豪却忘了把自己降了下来 土豪白白地浪费了一分钟 不过这不算什么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帮手 那就是马特 而小帅也不甘落后 他也找到了一个帮手 接着他们就开始了自弃建造 不过相比较土豪和小帅的直接上手 莉莉则专业了许多 他和他的队友 先是将他的设想拿笔画了下来 然后根据图片来制作 卢子也对自己的战舰 有很好的想法 但是时间很快就过去 距离结束只有几秒 而莉莉还在制造着 不过在结束之前 他还是把战舰建造完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展示的是莉莉的战舰 里面有座位和方向盘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外形也十分好看 接下来的就是小帅的战舰 这个战舰从上方来看非常的尖锐 但是当切换到正面 就会发现这个战舰十分的呆萌 有鼻子有眼的 非常的惹人喜欢 小帅也对自己的战舰十分有信息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卡特的战舰吧 他看着不像一艘船 反而像是一个火箭筒 而且根据土豪的推测 这个船根本就不能触碰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我们暂时得不出结论 接下来就是卢子的战舰 这是一艘纯白色的小船 上面还有一些涂鸦 接下来就是测验他是否有用了 第一个检验的是莉莉 他需要选择一个船和一个数字 比如他说B 7 那么就意味着 他将去B的位置 然后到达7英里的高空 莉莉思考了半天 最后决定把最弱的战舰先淘汰 他选择了卢子的战舰 然后选择了15英里 土豪操作着机器缓缓地升空 并向卢子的战舰移动 拧起一个水气球 向卢子的战舰扔了下去 但是卢子的战舰毫发无损 接下来是小帅 他选择了马特的战舰 但是他能扔准吗 毕竟马特的战舰形状属实有点奇怪 小帅举起水气球很快地砸了下去 没想到气球竟然被反弹了过来 接下来是土豪 他选择了小帅的战舰 小帅的战舰被砸了个正正 但是由于旗舰上的尖刺 所以气球被扎烂了 而小帅的战舰也被打掉了一块 不过由于没有沉没 所以没有被淘汰 最后一个是卢子 他记得女友的砸船之仇 所以他要报复回来 顺便选择了最高的角度20英尺 这里真的很高 战舰变得格外渺小 但是卢子还是准确地击中了莉莉的战舰 并给予了战舰一个很大的伤害 莉莉战舰上的座位被彻底毁掉 不过大家的战舰还是挺过了第一轮 第二轮挑战很快开始 这次土豪选择了一个更有杀伤力的工具 篮球 第一个挑战的依旧是莉莉 他选择了土豪的船 这让土豪不敢下相信 因为他觉得卢子是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莉莉还是坚持选择了土豪的战舰 土豪只能同意 莉莉做足了准备 用力地砸下足球 土豪的战舰很快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接下来的就是小帅 他也选择了土豪的战舰 看来大家都盯上了土豪啊 不过土豪的战舰再次抗住了篮球的打压 看来卡特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嘛 下一个是土豪 他选择了卢子 因为卢子的目标最大 土豪想要精准打击 果然卢子的船被损伤了70% 接下来是卢子 他非常的有报复心 这次也不例外 选择了土豪的战舰 但是由于土豪战舰的特殊性 这次也没造成大的损失 由于大家都通过了第二轮 所以第三轮马上开始 这次的工具是砖头 莉莉依旧选择了土豪的战舰 而小帅则选择了卢子的战舰 不过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下一个是土豪 他也选择了卢子的战舰 但是伤害力相当于是0 最后一个是卢子 他选择了小帅的 不过这次大家还是通过了这一轮 下一轮的工具是雅琳 莉莉这次终于把土豪的船淘汰 这也是本场第一个淘汰的 下一个是小帅 他选择了莉莉的战舰 虽然几乎摧毁 但是莉莉的船依旧漂浮着 所以没有被淘汰 下一个是卢子 但是他脱靶了 真可惜 最后一轮马上开始 莉莉选择了卢子的战舰 不过并没有把卢子淘汰 小帅决定加一把火 直接把卢子淘汰 现在只有两个挑战者了 莉莉虽然船已惊毁了 但是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只要把小帅淘汰 但是他失败了 现在就看小帅了 他运气比较好 成功地把莉莉淘汰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想要看更多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